大家好 歡迎收聽財經 ABC 錄音時星期五,七月十四日 晚上約11.9度 為大家分享、留言、讚好和按下咖啡的鈴鐺 記得全部都吃這麼多的影片 正所謂有港理台 沒有窮人 上集我們講到美聯儲隨時下半年 要動動息口向下調 甚至大行都說下年隨時要減息 美匯指數跌到7.1 接著繼續和大家分享 但以上都是大行和市場的反應 聯署官員都沒有講過 你們是斷故而已 不關我事 老美三大車廠 由於太辛苦了 這陣子經常做車 開始談判家人工 在高通脹環境下 市民生活困苦經常想要求老闆家人工 高通脹環境下 勞工辛苦之外 老闆也很辛苦 微軟是收購必殺 暴雪和遊戲 有很多出名的遊戲 網驗要它之後就出了給美聯儲 對了 這個交易今晚成差不多700億美金 690億 科技史上最大的收購個案 所以你看看什麼呢 你看看遊戲幾值錢 玩遊戲的產業 當你小時候 被老爸罵你不要打遊戲 像我這樣的時候 你發現其實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生意 大家千萬不要只看壞方面 現在我們中央原本都頗為反對打遊戲 現在好像有點軟 司官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Graphic做得太過漂亮 然後發現可以用在AR的思想 AR有很多實際用途 例如Training 我們也有講過 以飛機製造業 如果是傳統的方法 真的要打工廠 然後工人在上面 慢慢接受Training 但是現在是用到AR的技術 簡單來說 連廠房也不用打工 但是你見到 就已經是跟實質廠房的設計一模一樣 然後那個人就在那裡 跟著自己見到東西去做事 反而 第一 Training 就節省很多錢 因為你真的不用打工廠房 也不用找專人看著 甚至乎有電腦紀錄 去記錄下那個人有什麼漏洞 再告訴別人 你平時做漏什麼 等等 好系統化來訓練人 不單是這些廠房 甚至用在手術上等等 就變成 原來打遊戲 做到東西這麼迫真 做到這麼漂亮 有這麼多 實質上增加productivity 甚至公共衛生健康的一個用途 所以現在連內地 一向來說 都覺得打遊戲 不太高productivity 活動 現在都開始說 原來都可以的 這樣 對 這個開放一點 開放一點 不是真的做食物 很多 做曲龍也可以 留意 這個你細心一點聽一下 A君 BlackRock就說 現在利率長期都高水平 那我們看好短期公債的收入 叫他買短債 三個月那些 長債就不要買那麼多了 叫客戶 那你有什麼感想 A君 你不要買那麼多 等我先買了 對 他的方向和我們上一集的觀察 是相反的 哈哈 你不要買 你等我先買了 對 很明顯 長債是有 突然之間有高需求 因為那些人在賭 Q2 長債會升很多 如果打中了 會升很多 究竟真的是賭 還是春光鴨買 你也知道很多難西 這個世界上 你明白了 這個事情沒那麼簡單 好了 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減弱 是不是那些什麼 是不是那些藍絲說的 或者是那些小粉紅說的 這句 標普說 標普做了小粉紅 一定是 除非不是 不過其實他講的都很客觀 他是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他說 由於鵝烏戰爭 他自己說的 美國針對部分國家 大規模制裁 打擊美元地位 我們說了很多次了 你越制裁人 你美金可以賣到的 越少 那些人要你們做什麼 是不是這樣說 那些人都選擇 不使用美元結算 試了幾個月 發覺真的不用死 還可以 那索性不用存 你存美元 也怕沒有美元用 現在原來不用也不用死 那你更加不存 是不是更加用多些 甚至乎我們中央 雖然還沒有開放資本帳 但是和不同的交友 搞更加多的貨幣 互換 也可以說 換句話 不用開放資本帳 其他人都可以用得到 那些貨幣 所以 令到美元那邊 更加受到挑戰 對 這個首席經濟學家 雖然 美金仍然有很多人用來支付 但是主導地位 就一去不合法 這個他所說的 那巴菲德呢 我記得他買了西方石油 那些錢一直加著 他無緣無故買了33億美金的LNG Liquified Natural Gas 就是專賣給歐盟那些 那些 似乎 他的部署 其實也在部署能源大升 燈神也說過要 補石有儲備 這個似乎 被這個能源夾 無可避免 以不非得的閒企 看來 還有要尊湯自己為有 對 對 總之就是 能源就OK 其實這個能源 賺到錢是合乎狗運 如果你知道狗運是屬火 IMF 就是英央行 較長時間 維持高利率 為什麼呢 因為通脹8點多 你現在加速加到5厘 但是通脹8點多 根據你讀書的邏輯 不確實是要加的 還有英國那邊 開始頂不住民眾壓力 就要加了一些 被迫要加薪工 變成出現狗追狗的現象 人們有錢使用 那些東西 要怪異地 有些spiral downward 開始陷入惡性通脹的spiral downward 即是要賺到錢之餘 不讓他花架 高盛調印度2075年 就超越美國了 很厲害 很厲害 他那些中學二年級的GP數 人都懂得量 他月每年增長幾多percent 不要緊 但是都是全局居第二 超越了美國也第二 這麼神奇 第一是誰 現在是中央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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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無可避免 這個呢 接著是鴻海 郭台銘 退出印度 印度真的做生意很難搞 這次 這個真是有故事說 鴻海最初跟印度政府談判 跟其中印度一家公司 加入一起去玩 說出另一筆帳 然後印度政府答應出另一筆帳 說要賣針去玩 誰知鴻海發現 我出了這筆帳 叫極印度政府 他都在用不同的理由去推躺 然後呢 鴻海就開始敵巷 然後再看一看 咦 小米又被人罰 奧浦又被人罰 三叔又被人罰 嘩 這個 外之墳墓這個套 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阿三哥 於是 就說 洗濕過頭 現在走 好過被人剪了頭髮才走 哈哈哈哈 洗濕過頭 吹乾他又可以 剪完頭髮 拉拉那一款走 不要啦 閃 所以走了 哎呀 但是又賺一筆了 這個印度 所以他 英文形容印度 這樣殺雞取倫的做法 就真的不行 我經常形容他是什麼呢 真的 袁紹這樣 見小利而亡命 江大事而息生 你應該是搞到全世界 離了你那裏 那裏才會賺大錢的 現在 離一個死一個 哎呀 真是祝你好運 不過你這樣做 Good 我們有看小過的人 交發給市軍 對了 所以 很難 你租過樓給印度人 你就知道了 一句話 你落下你就知道有多嚴重 好了 聽說這個東沖的業主 都是有這樣的遭遇 仍然在印度發展 不是負面因素 雙方意識到 進展得不夠快 只做得太慢 也就是 可能A哥哥 談錢談得太慢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鴻海 好像分手後 就派了好人卡 那樣 哎呀你也是個好 是我不懂得欣賞你 那些 哈哈哈哈 那這個大陸 似乎台灣的商人 都不論懂得教其他人做芯片 除了不教中央之外 聽說有轉讓這個 技術給立陶宛都有 聽說 有誰去老美都沒問題 那誰去老美是被迫行 幫他立陶宛都隨時是這樣 哈哈哈哈 是的 接著呢 美銀行提高資本要求 之前說到聯署局的官員 就說我們要想想辦法 之前說壓力測試全部過度 是不是 接著連給人測試 美銀也不相信 是不是這樣說 那現在就要提高資本要求 有什麼影響呢 那水更加緊 是不是 那這個意思 那這句 提高資本要求 就是簡單 我量度的水就少了 那所以 成了multiply effect 其實就是GP 這段新聞如果你功力夠 有個好驚嚇的 可以聽聽聽 負責監管銀行的聯署局 副主席Bar 希望 銀行開始運用標準化方式 估計信貸營運和交易風險 不是依賴自己的股測 你們 知道這句話大鑊的地方在哪裏嗎 在哪裏 因為 資本創出比率的風險 最優美的地方 無論是殉胎 營運和市場風險 都是根據一些大銀行的house model 自己計算的 那所以呢 那些大銀行就會請一些 PhD團隊 博士團隊去讀 務求計算出來 生意做得多多風險 和少少這樣 這個就是 風險管理行業的生態 但是你也知道 每個人都想說自己沒有風險 計算少少錢做多多生意 造成很多人說 這個確實是 所以就來一招反撲貴震 Barr就說 無論是信貸營運和交易風險 都不要自己猜 用一條公式標準化來猜 你說大不大鑊 請多多PhD 回來 都是為了 拿一些梯圖去達人 然後說 我計算了這條數 你豈不是比我厲害 現在一個 One-size-fits-all 固然 One-size-fits-all Agon從來都覺得 是可能 有問題的 因為 畢竟 不同的銀行 借的客戶 十隻手指都有長短 自己做一些 誠實的話 自己做一些adjustment 是最好的 但是現在可能 你又不是這麼誠實 我一刀切過來 慘叫一聲 還有 搞到很多PhD 沒得搞 是呀 是呀 這個事少 其實銀行的風險 大了 其實就 又再一次 令到信貸收緊 這個也是危機 是 的一個觸發點 所以官員說 美潛在通証壓力 都很大 聯儲局需在加息 就這樣 沒說過 停手 渣打就英雄所見 略同 比特幣 明年底 十二萬 現在比特幣 是三萬頭 而已 比特幣 十二萬 就是乘四 那麼樂觀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當然 他就說 開採越來越難 成功 跟我們的暗黑邏輯 是不一樣的 他是特幣 畢竟人家是分析員 你說是不是 但是 怎麼會給分析結果 是升幾倍的 他是外匯分析員 你會做所有的答案 是 一隻外匯升幾倍 很難 很難 講用什麼方法 超 我這樣講 公購 黃金 永遠不會增加 又不見黃金 升到九十幾馬 是 是 這樣 然後 發現 有些超級有錢人 衝去東京 買豪宅 你的豪宅 守了三十年 就翻身了 所以其實 什麼意思 其實 不變的 都是 為什麼 那些人 喜歡投資樓的原因 畢竟是什麼 好東西 看得出 市中心 是不是 市中心的 Luxurious Home 肯定可以 到最後都會回來 是不是 守了三十年 人生有多少個三十年 你二十歲出來做了三十年 都五十幾歲 你終於守到了 那就可以讓路了 中間你守的過程 是幾無幸福都無所謂的 是啊 日央行 所有地區經濟有回升 或適度回復 因為那些人就 打打震 因為 會不會直男因此 就不寬鬆呢 他說明年才搞 上個星期 我們報導 明年就考慮調整貨幣政策 今年會繼續寬鬆 他說的 會不會彈功手呢 這問題 他會不會彈功手 完全 depends on老美 給他什麼 role 是啊 他們每天都溝通 上個星期 自己都說 耶 另外 另外 6月CPI持平 PPI連跌9個月 所以有人唱他 通縮 內地 通縮 就不用怕的 因為 以內地的結構 其實可以印銀紙 或者加薪 令到他解決了 其實 所以 工具都比較大 但現在還未出手的時候 要讓金融危機出現 先讓老美 先讓老美減肥 先讓老美減肥 對了 隨便看一看 發現 中國經濟復甦都可以 現在下半年 有5.5%至5.5%的增長 都健康 刺激來做什麼 似乎沒有必要 其實 說要刺激那些 就怕著淚推 沒有想像得那麼好 因為出口真的獲得了 第6月的出口 是負了 當然 你可以說去年的基數 去年6月的時候 也是大了 基數相對 比之前高一點 和第一季做得很好 變成了 第二季的6月 倒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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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正老一點 但是出口 是負增長 是一個優惑 所以 要有耐需 跟上去 也很遲 另外 美國要購買 600萬桶原油 保回戰糧儲備 Dunson 他訂了兩億桶 今天要買600萬桶 頂住 玩東西 他說他有賺 他上年 沽儲備 95萬元 平均 今年補貨 72元 而已 這樣說 戰略儲備 為了賺錢 他這樣說 表示他 威武 哦 這些叫做 跌到地下 摘沙 還要是600萬桶賺錢 李家超 輸入人才計劃 收了10萬宗申請 厲害 哎呀 其實鄉島人身在福 中不知福 謝謝 哈哈 因為如果是這樣補 人才 然後人才又有些盤偶 是不是這樣說 你好像走了16萬人 人才加上朋友 家庭似乎都補了 差不多已經 還有呢 進來的那些人呢 其實我覺得 可能平均質素呢 是比走的人高很多的 哦 這個就 這個就不知了 那 耶倫呢 他就 見完 這個中央之後 來完中央之後 他回鄉下 就說他這件事 比經濟 還未徹底擺脫衰退 不可能 耶倫這樣說完之後 那些人就覺得 啊 就另外那個 CPI這麼低 不知為什麼突然之間 CPI這麼低 當然 那兩個加起來 很難 令人聯想到 會寬鬆 還是可能 隨時會寬鬆 大家都覺得 那這兩個加起來 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聯署局的官員 都沒有找到廣告 這個要想一下 那陳茂波波叔就說 政府無意放鬆樓市 這個其實呢 第一層樓 沒有人 沒有什麼阻止來買了 開始 接著 金屋人 首期 那個上限 借到七成的上限 樓價變成了千萬 千萬 現在市房都買到 一些大大的三房 真的可以改善生活 那為什麼辣椒不撤呢 因為辣椒是 減低買樓投資的成數效應 其實 令你二變四 四變六 二變四 四變八 八變十六 這個遊戲玩不到 或者很難玩 減低這個 你在樓市搵食的邏輯 這個現象會加劇貧富懸殊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到 歷史來說 樓市都是這樣升的 那有人可以二變四 四變八八變十六 所以每天都贏到你 和你辣 那就搞不定 於是 辣椒是令到 頂六米兩三間就輸到 這樣 這個應該都是不設計的 這個呢 就是放寬的首期 就是給到中產 去上車 但是辣椒 是給炒樓那些去炒的 簡單一點說 其實現在政府的做法就是 容許多些 有需要的中產上車 為了賺錢的炒樓 因為他們的炒樓 而踢高樓價 簡單一點說 你有需要需要 我幫你 你拿這東西來賺錢 我不鼓勵你 是這樣的意思 很正確 買好新家 給高峰縮水一本 做錯事是這樣的原因 至於他為什麼發財 我們很久以前的雜數 有推理的 我們每個星期都出這麼多 你應該找不回來的 哈哈哈哈 這個地方你見到了 是不是 你也是多得正義的朋友去幫他 那不僅正義的 還有一個很老的老人家 都有幫忙的 那渣打條高本港 今年經濟增長至4.3 應該是較預期強 因為渣打預期強 第一個是經濟增長 那希望是這樣 大家找到錢 不過樓市好像都喜歡賣玩 華為據報年底前 重返5G手機市場 這個有點大新聞 大新聞 因為華為眾所周知 之所以離開手機市場 之前華為從來都 內地No.1 之所以離開手機市場 被人按 不給他一些芯片 當年他宣布說 那個手機的版本 是最後一個 其實很多人 都真的一喝眼淚 但是現在 又告訴他們 重返5G手機市場 咦? 即是 換句話 難道突破了芯片之危? 我想應該也是 是的 報道都很詳細 因為他自己沒有說 你要留意一下 唯一是自己去國內 買5G手機 這是唯一的答案 街外面的研究公司 就說 古納應該用中心國際 N加1工藝 應該曬圖多次 但是由於曬幾次圖 晶片的量度 都得到一半 所以出手機 都需要幾百萬部 那種意思 嗯 其實還有江湖傳說 還有其他招數 例如 Chipless 即是小一點的芯片 紫芯片 即是 Chipless 以前是 做不到的 但現在是江湖傳說 就有些技術 可以將它黏在一起 就變成 一個Chipless 這樣運作 這個 這個 這個技術 江湖傳說 我們中央都已經 掌握到 當然 現在 他是用什麼技術 去突破 這個芯片之來 A君 都很想 盡快搞定這手機 讓我們 可以更詳細 為大家去展示出來 是的 這個人家猜 即是N加1工人 還是有絕招 這時候真的不知道 IMF就說 中國經濟 就慢慢的 這個 跟之前的人說 就不同 通脹低密 上次都有人說 不過 耶倫說 用IMF 這個 壓制中國發展 影響人家的記憶 不知道是不是 包括這個場稅 那外資上月 148億 正流入中國股市 你留意了 嗯 很明顯 真的好像有點 很明顯 這個布蘭勤來 我覺得美國的官員 真的很明顯 布蘭勤來 之後 耶倫 走完之後 好像下個星期 布蘭勤又和王毅見面 簡單的說 他們很想和我們去談 但是呢 想銷售那樣東西 我們又不是很喜歡 所以要連銷售 連銷售 連銷售 其實很死亡 我覺得他們這句話 哈哈哈哈 駕駛這樣搭著來出村 真是很忙 那麼中國駐德使館就說 你們說強行去風險 是啊 加劇人不是風險 他們說去風 去供應的風險 就是少些和大陸做生意 是啊 但是呢 歐盟裡面 有些人說 其實去風險為什麼 你經常叫我做這件事 你自己都沒有講清楚 那我怎麼跟 其實大家都知道去風險 是說脫歐的代名詞 不過脫歐太過激 過了一天 你要處算怎麼脫歐啊 於是 就來自一個 這個馮德來恩 就說 不如我改名叫去風險 那樣 然後有些人就個個都去風險 誰知道 現在歐盟的人又說 那是什麼 你不要改完那個 term 在那裡困我 我回答 阿嬸 這樣去戴回他 戴完之後 我們中央駐德的少將 去咯 都不喜歡說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到那邊就是這麼難 好了 瑞信上條 股市評級自稱增持 有多個增持 對 不過瑞信都是偏向看好的 因為官方的5%增長目標 都應該是會OK的 這樣 然後高盛呢 這個就不是估計 只是統計 他說 七週以來第一次有基金增持中國股票 在這個7月6日為止的一個州裡面 所以呢 各位看到這個 港股上升的現象 都不是偶然 因為你見到那些錢真的來了 這樣 記住 當他們說一些真詞 看到一些統計 之前的幾個星期 當港股跌至近萬八點的時候 當時他們說是要調整 是將香港行指的數 是調整了 downward 記住 他們年初的時候看好 接著就一路跌 跌到年中的時候就看淡 接著又反轉升 你說那些人很脆弛 其實很難測的股市 是不是這樣說證明 是不是這樣說 又或者是 他想令到一些聽他們說的人 覺得很難測 或者是下了答 記住 他們說的話 是想你聽到他們說的話 接著呢 接著呢 證監會火同會財局 打擊上市發言人失當行為 什麼失當行為呢 原來呢 就說那些人上完市之後 就是拿了夠錢 就無端端借給那些九龍蛋白的人 又沒有 這個很嚴重的 這個很嚴重的 應該其實 對 你最初說明 不是這樣用的 那筆錢 這個其實真的很明顯 是不是很做得的事 這個其實是 這個他不是說 我都沒有用著 為收下利息 可能是跟你說的 你收他的利息 你等到銀行 我催你不上啊 是呀 他說銀行太低了 我賺這六七里的 那你就是用來做其他事情 是呀 對 接著 Tesla呢 要用印度政府 相當地設廠 哎呀 真的 這個可能是政治任務 沒有給一些技術和生產線 給印度和中央砌過都不頂啊 賺錢應該就不去印度了 你見 鴻海剛剛拿完東西 是不是這麼說 啊 我抓Tesla好運啊 哈哈哈 不過我想說 如果Tesla覺得自己很厲害 然後進去沒事的話 其實我想說 這個呢 外資墳墓 這個盒子 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鋼鐵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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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浪得虛名的 哈哈 好啊 我買你的包包 新鋼鐵盒 對了 中國上半年 半導體產品 進口壓縮兩成 為什麼這樣 什麼啊 是不是半導體不好賣啊 是啊 正如話事調轉呢 是它搞定不到半導體 就是你要連回華為去看的時候 沒錯 不過今年也是 那些電子產品是 弄了很多東西 你例如手機出口也跌了很多東西 是啊 這樣呢 不過這個這樣 可能出口疲弱了它也不行的 它也不會入那麼多 這個雞蛋的問題而已 因為其實用得入口的晶片 比較多的那些 可能是手機等等 比較高精密一點點的那些 這些是跌得厲害的 今年的出口 今年replace的出口 replace了手機去跌 升得厲害的那些 就是汽車啊 新能源啊 等等 新三樣的 汽車的芯片 其實是自己做到做到的 不需要一些幾納米啊 那些 ok 就是這樣 接著 哎呀 富力地產有兩個債主申請它 破產重組啊 真可憐 在內地 但是呢 好像是說法院未受理 這件事 那這個 你快點搞定它先 不要爆出來 大佬 是啊 現在看能不能搞定 那上海期貨交易所 就是說 嗯 要境外增加一些存倉 做大一點生意 那這樣 估計是LME直接欠生意了 那就是那些存倉 在國外呢 就可以啊 容易一些交割 這些實貨啊 就算是都這樣的情況 就算是這樣的情況 這樣 其實呢 上其所 他有這樣的想法呢 是可以的 但是記住 LME 除了說 他交貨交得足 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 他那些貨幣 沒有capital account的control 變成一些西人 假設西人 炒完東西呢 就出入前 即炒完之後 贏定輸都好 要變回自己貨幣 就沒有這個憂慮 但是如果是上其所的話呢 即使炒完後 要變回其他貨幣 就有少少問題 所以可能上其所呢 就算做到足的話 都只能夠大量找到自己有去玩 嗯 沒錯 那 然後呢 因為它是很大的市場 商品 經常都說 我們散戶的想法 和大戶不同 大戶是想起 如何突然的 是啦 那重量刊呢 就估計呢 住宅呢 下半年跌一成 上半年升少少 下半年跌一成 那就是跌跌跌 大概豪宅租金有機會升 匯財局 打擊上市發派人失當行為 什麼失當行為呢 那麼 那個新加坡基金都掃了 但是新加坡基金 似乎 就是這樣 就殺了這個定金 是20億了 就八代20億了 那 那 究竟是 什麼原因呢 到底是新加坡基金 是突然間沒有錢 還是看淡後市呢 對了 不過 那些利息 加得很快 我沒有記錯 應該大概半年到 他們簽的之前 但是他們簽的那一刻 再之前幾個月 就是應該才談的 不會說 再簽的 可能呢 這個市況太過了 出乎他們的意料 那麼高利息 原來的利益都拿不到 應該是這樣的 好了 富邦就料 所以一加一減 全香港樓價就持平 各有各的看法 但是都沒有跌很多的看法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樓市都很少人說跌很多 因為這麼久 除非爆了大件事 有些systematic crisis 才會這樣 但是其實說持平 其實都 A君的接觸 說持平其實都挺壞 OK啦 沒問題的 應該 好啦 那今天講到這麼少 是啊 講一下 深呼一下 深呼一下 就是 似乎 5G的晶片就有突破了 是不是 而另外呢 巴菲德呢 他們那邊呢 都繼續吸這個能源 哇 美國也要補石油儲備 那似乎呢 這個能源 這個石油天然氣 這些幾個東西 應該都有這個 中長期的聲浪 樣子就像這樣 大家聽一下 其實就可能 老美 這個的 色口 又多了 一個變數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都看回 會不會真的 會繼續堅挺下去呢 還是說要開始放軟 減息呢 這個都和大家識識相關 無論是樓市也好 股市也好 都是 所以大家真的要黏著講理台 正所謂有講理台 沒有共人 好啊 今天說到這裏 拜拜